在新地图扭曲回廊中 辉哥被百级联盟者追着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伙伴们 今天一个名叫开朗大军点赞部领导的粉丝 给我发来了消息 说的是联盟宿舍更新出了两个新地图 我要是能挑战成功 就号召整个开朗军团给我传点赞 好家伙 这粉丝的来路不小啊 不过联盟宿舍的新地图我倒是知道 一个名叫扭曲回廊 房间内有三所大门保护玩家 是一个简单版的迷宫地图 另一个是神秘房间 在这个地图内 一个玩家将会拥有四张床 那咱们今天先来挑战扭曲回廊 辉哥上次玩普通的地图 在开启无限金币的情况下 闯到了90关 啊这次我依然开启无限金币 看看在这三个大门的保护下 能不能闯到第一百关呢 但是开朗的网友们 你们一定要帮我传点赞呀 其他的粉丝宝宝们也要点赞哦 感谢感谢 游戏还更新出了两个新皮肤 人类的紫霞仙子 和联盟者的至尊宝 据说他们之间 还隐藏了一个惊奇彩蛋 如果至尊宝将紫霞仙子淘汰 那么至尊宝就会脚踏七彩祥云 将紫霞仙子带走 共同获胜 另外这次更新之后 人类可以随意上下床了 这么一来 游戏的趣味性就提高了不少啊 咱们开始了啊 在无限金币模式中 联盟者开局就是25级 所以先把大门升到满级 然后把高科技建筑弄出来 再来把这一圈建设成炮台 剩下的就是把他们全部升到满级 按照我这个方法 闯到50关绝对是没问题 拉倒吧你 嘿 你别质疑我啊 这可是我失败了几十把之后 得出的经验 这个地图已是老规矩 每过五关就会出现一个超级联盟者 并且可以随机拆掉建筑 当然我们也能使用特殊技能 你瞧瞧 刚升级完所有炮台 就给我拆了两个 太烦人了 瞧瞧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不发威是不行了 为了让联盟者不拆出满级的炮台 咱们来把地图外围的走廊 建设初级炮台 我真聪明啊 全都搞定 联盟者一时半会儿 是拿我没什么办法了 哎呀 这躺久了 反而是怀念走路的感觉 你说是不是呀 哎呀 太监太无耻了 得得得 不逗你们了啊 还是抓紧升级炮台吧 我这脸已经够肿的了 可不想再被打了 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五十关 选择一个冻结技能 这几个六十多级的联盟者 还是要重视一下的 算得聪明 哟哟哟哟哟哟 还当鼻子上脸了 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 你猪鼻子擦大葱 装什么相啊你 我去 我心平气和的和你说话 还不领情 唉 你说这现在 这好人 这么难吗 跟我预想的一样啊 猎猛者等级到七十多级后 我就感觉乏力了很多 现在大门还在狗眼残喘 哎 不对啊炮台的攻速怎么这么慢 原来是超级联盟者把润滑道具给拆了 没了他之后 我的炮台攻速就减慢了很多 你还真会挑东西啊 我说 低调 低调 这就对了吗 现在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八十多级的猎猛者 完全不在话下 那咱们接着升级炮台 第八十关 选择冰封技能 猎猛者来到九十五级后 伤害提升了不少 大门在维修的状态下 只能勉强抵挡一小会儿 这还要撑将近二十关呢 怎么感觉有种不强的预感呀 哈哈哈哈 杀死我了 歇逼了兄弟 是吗 使用时间停止技能 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这么阴的吗 这个低 嗨 这我也是不得已呀 你们手下留情啊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完了 第一道大门被攻破了 下一个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这将近十个百级联盟者 感觉要挡不住了呀 快下床 溜了溜了 这一百级的联盟者 简直太恐怖了 哎哎 大哥有话好说呀 放我一条生路呗 别弄你扯蛋了 拿来吧你 这 也行吧 辉哥我也是尽力了呀 你们的赞 还是要点起来的哟 好啦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伙伴们也可以去试一下 看看你们能闯多少关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辉哥哦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